请问 有没有人能给这位孕妇 让个座位 谢谢 你叫于小强 我认识你 我来你家给你修个电脑 这是要干吗 我快要生了 带我去医院吧 你脑子有病 你赶紧进来吧 有没有人看见 您带我去医院吧 请问 有没有人能 给这位孕妇让个座位 谢谢 谢谢 请问能不能给这位孕妇 让个座位谢谢 肚子那样大 压根就不该坐什么公共汽车 那她应该坐什么呢 打地啊 孕妇坐公交车也是很正常的嘛 给老柔病残孕 让座位也是应该的吧 我头晕 我也是病人 是啊是啊 肚子这么大就不应该坐 骑车 万一要生了 没人愿意负责任的 姑娘 我来让 让你坐 我让你坐 我让忙 让忙 来 慢点 谢谢啊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有道歉有道歉 女病作战是正常的意外 不好意思啊 请问你们俩是演员吗 是在解释活吗 我刚算了一下 在公交车上 一共让坐的是五个人 有两个不让 还有一些人 根本就假装没看见 所以总体来讲 让坐的还是比 不让坐的人多 对吧 所以啊 以后你的肚子 跟我这么大的说 你千万别一个人 坐公交车 听见没有 听见了 知道了 要不我再演绎一下 就是 你快要生的时候 你一个人在路上 我不在 然后 啪 要生了 看别人会不会帮你 你别劝了 你给 别劝了 你别劝了 你俩别劝了 可是我想演的这个劲 上来了怎么办 那就让那个劲下去呗 我求求你 你别劝了 有你在 我怎么可能把孩子 送在大街上呢 不演是吧 不演就不演